透電鎖門口 消防員查看地形 媽媽帶著三歲女兒 跑進跑出 看起來好著急 因為另一個 一歲兩個月大的小女兒 被反鎖在二樓房間 不知道狀況怎麼樣了 終於消防員發現 二樓房間落地窗沒鎖 在牆壁上架起梯子 開始往上爬 看到受困的小女童了 發現陽台的落地窗 也沒有 並沒有上鎖 然後也擔心 擔心說破壞房門的時候 會驚嚇到小女兒 所以就加低 從外面的陽台 小女童沒哭沒鬧 非常淡定 消防員打開房門 媽媽衝進房間 一把抱住女兒 真的是嚇壞了 原來一號下午 嘉義這位媽媽 帶著兩個女兒 在房間休息 因為小女兒肚子餓 媽媽下樓泡牛奶 沒想到三歲姐姐 也偷偷跟下樓 就這樣二樓房門被反鎖住 媽媽可能第一時間 沒有預備鑰匙 可以立即打開那個房間 擔心之下就立即的 請我們消防隊 請我們協助 媽媽著急的不得了 就怕一歲兩個月的女兒 坐在房間裡有什麼差錯 情急之下又找不到房門鑰匙 因此趕快找消防隊幫忙 幸好消防員翻牆救出女童 結束著一下午的驚魂 記者後果玩家報導 還不錯 提供